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确诊中共病毒227万人病亡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近日警告 美国和中俄核战争一触即发 美国需要以新方法阻止中共和俄罗斯 使用新获得的战略武器 据《华盛顿时报》报导 李查德四星上将 在美国海军学院《学报》发表文章指出 当中俄认为损失威胁到他们的政权或国家 这样与中俄的区域危机 很可能会迅速升级为涉及核武器的冲突 他当出五个大楼必须将主要假设转变为 极高可能性的核战争 近年来中俄以限制美国行动为目标 在核武和战略能力上进行了投资 包括在美国的同盟国进行战略部署 李查德告诉《华盛顿时报》 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不得不面对 两个具有核武能力的竞争对手 报导披露 李查德将军指出 中共的核武建设使其成为美国军方的关注对象 中共持续不断挑战民主价值观 试图重塑全球经济秩序 不断在技术上投入大量资源 来扩大其空间和反空间战的能力 因此不能将中共列入一般的观察对象 中共还在南海有争议的倒序上 部署多种武器系统 提高部队备战能力 预计未来十年内 中共核武器库存将增加一倍 甚至三至四倍 李查德也警告 近年来中共不断使用战力欺骗手段 试图打破不率先使用核武的诺言 因此美国必须更加予以关注 2月3日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 巴赫斯在电视采访上说 他认为拜登总统将重新 原用奥巴马政府时期 对待中共的政策 因此他近日来很多个夜晚都会失眠 他担心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 中共将重新成为美国的巨大威胁 巴赫斯说 我们正在退回到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 美国坐到汽车后座上 而不是坐在驾驶位置上 推动国际社会对抗中共的威胁 他还谈到 如果美国这样做 就在放弃权威 这样我们就在寻许中共的威胁 继续增长 而不是对抗它 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在拜登政府执政的头几个星期里 我担心这件事情超过任何其他事宜 因此无法入税 巴赫斯继续说 巴赫斯目前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他表示 美国在川普总统任期内取得对华关系进展 正在被拜登抹杀掉 川普政府直接与中共对抗 而拜登政府会采取更多的外交虽证手段 英国通讯管理局周四宣布 取消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的广播营运执照 原因是该频道的最终新闻审片权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这个不符合英国广播法规 英国通讯管理局在声明中说 调查发现中国环球电视网的广播执照错误地被星华传媒公司所持有 该监管机构裁定 执照持有方声华传媒母对中国环球电视网 在英国播出的英语节目进行编辑监督 并表示执照持有者不能受政治机构控制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环球电视网又称中国国际电视台 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新闻国际传播机构 前身是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 目前该机构包括6个电视频道 3个海外分台 1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困 据德国之星报道 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国以免费电视 和付费电视两种形式播放 此前该电视网曾遭到多次投诉 包括播放英国领馆前雇员郑文杰 以及英籍私家侦探韩飞龙被逼认罪的画面 这个违反了公平和准确的原则 英国监管机构因此着手对其展开调查 英国通讯管理局表示 已经被中国环球电视网多次改善的机会 但对方未采取行动 据南华早报报道 英国的监管机构 此前发现中国环球电视网 因为未能在对香港抗疫活动的报道中 保持应有的公正性 因而违反了英国的广播法规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美国国务院 发表了她首次重要讲话 为其外交政策愿景定下基调 据美国之音报道 拜登总统表示 我们必须迎头面对全球挑战不断加速的新时刻 从大流行病到气候危机到核旷散 这些挑战只要通过各国 为共同事业而一度努力才能解决 这个必须从外交开始 并根植于美国最珍贵的民主价值观 可谓自由 推动机会 维护普世权利 尊重法治 以尊严对待每一个人 他说 这是美国全球实力的根基 是美国用之不歇的力量传源 是美国持久不需的优势 拜登表示 虽然很多这些价值观近年来受到巨大压力 甚至在过去几周被推到了边缘 但是美国人民将走出这段经历 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坚定 而且将有更好的配备 来将全世界团结在一起 为了捍卫民主而战斗 因为我们自身已经为此而战斗过了 在过去两周 拜登和美国盟友的领导人通过说 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德国、法国、北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他强调美国要重新养成合作的习惯 同盟是美国最伟大的资产 总统表示 以外交来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 与我们的盟国和关键伙伴再次兼并兼地站在一起 然而以外交来发挥领导作用 也必须意味着在符合我们的利益 并增进美国人民安全的时候 与我们的对手以及我们的竞争者进行外交接触 他实现将美国国内建签得更好 与盟国及伙伴合作 更新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角色 恢复美国的信誉和道德权威 并将迅速采取行动 重新赢得国际领导地位 并促成针对共同挑战的全球行动 另据德国之星报道 拜登选择在上任后不久 职前往国务院 背后是有考量的 拜登曾经在数年旅担任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 这次访问是为了展现这位新美国总统 对于外交政策的关注 同时也显现出其对国务院的不同态度 本周三 拜登总统刚签署了 延长美俄合武均控的协议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周四发布了一份特别报告指出 中共政府针对逃亡海外的 少数民族宗教人士 例如为五议人 政治异见人士和前中共官员展开了一场 世界上最复杂 最全球化 最全面的跨国镇压运动 波及350万人 报告说 中共的跨国镇压运动所采取的手段 无所不包 从引渡到外国政府合作拘捕 和放逐流放者 从行动控制再到网络威胁 间谍远体和通过代理人强制实施的远程威胁 2014年以来 涉及到中共的直接人身攻击达到214起 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报告说过去一年 受到中共攻击的目标也显著扩大 从过去的维吾尔族、藏族和法轮功学员 扩大到海外的内蒙古人和香港人 攻击手段的技术衡量也明显增加 中共通过微信发送信息 通过其社交和金融服务功能监视 和控制华侨之间的讨论内容 报告估计在全球范围内 若有350万人受到中共的直接攻击 和恐吓和脅迫的影响 自由之家总裁麦克·阿布拉莫维茨说 这些攻击的规模和暴力 突显了人们即使逃离其所在国的镇压 也会面临危险 世界各地的流亡者将监视、攻击 甚至绑架和暗杀 描述为持续的威胁 中共外交部尚未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 但他之前曾经指责自由之家 通过有色眼镜看中共 并将自由之家列入制裁名单 理由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据法新社回集官方统计数据 截至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月4日11点 全球中共病毒确诊达到1.435.880例 至少226.9346人死于该病毒 疫情从去年12月爆发以来 全球有超过6,340万人 被认为感染该病毒后 然以康复 上述数据是依据各国卫生当局 每日提供的统计 不包括俄罗斯、西班牙和英国 全球3号通报新增病例 15,331人 新增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依罪为美国3,540人病亡 墨西哥1,707人病亡 英国1,322人病亡 美国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病故人数超过45万 累计确诊人数超过2,655万 美国3,331人病亡 美国4,MSL,2016